BING THE FABBALL FROM THE TOOM 歡迎來到GAD FANIX,我是遙龍 前水平是街道健身五大神技動作之一 雖然不是最難和最簡單,但它是最安全的 連前水平的力量不夠你等多是摔下去 而連單手引體上你的力量不夠,很可能會拉上肩膀 健身的Langkang如果想學街頭健身的動作,不建議看某些百科 動街頭健身的人看到這些內容,唉,笑笑就好了 大多數連街頭健身的動作流程震階如下 團身、高團、屈腿、單腿、分腿、並腿 每個動作做到30秒就可以震階到下一個動作 而每震階一個動作,手臂和曲抗之間傾斜角度會越大 需要的力量也會更加大 這是一個參考流程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流程 我的前水平是從單腿開始練的 因為基礎特標起點相對於大部分人都是高的 在此之前我是沒有針對性和計劃性地練前水平的 因為在基礎未特標的情況下練動作是很會死浪費時間的行為 畢竟你的力量和關節強度都不夠 在此我見大家做到15秒的小龍騎和20秒的高團前水平再看今期的視頻 不過我沒有做到都不要緊,因為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絕對的 大多數沒有做到前水平的人都認為核心力量很厲害 包括本人狀狼剛開始也是這樣認為的 不過後來我做到大龍騎之後,認知才得到糾正 核心力量很重要,但是沒有你所想像的那麼重要 它遠遠都沒有背背力量那麼重要 連前水平背背力量不夠,核心再強都會踏下去 手臂力量在前水平當中起到的作用遠遠都沒有背背力量那麼大 為什麼說是手臂力量而不是耳頭的力量呢? 在這裡大家都有一個誤區,推就是推,拉就是拉 其實這兩類肌群在某些特定動作當中是相伏相成的 而頭肌的主要作用是彎曲你的手增 而三頭肌的作用是要你伸展你的手增 前水平這個動作當中,手臂和曲幹之間的角度很小 三頭都會參與受力 當你把照片反轉過來,你就會發現前水平的手臂法力和伸展下矮的動作的最低點會有點類似 所以說是這樣,你不需要擔心前水平的斷連會影響到推力肌群的恢復 三頭肌在前水平這個動作當中,更多是起到穩定的作用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手臂伸不直,或者手臂拼來拼去 那你就在推力訓練日那天多了一些苦婆苦學稱 你也可以在拉力訓練日那天多連連你的二頭肌和其他動作打基礎 不過在年前水平這個動作當中,二頭肌真的不太重要 平虛背闊肌這個主要法力肌群不說 後速肌肉就為其他肌肉代償了很多力 對於基礎達標準備要練動作的朋友 在練神技動作攻克上,建議是推力和拉力割選一個動作 做到一個動作,再攻克下一個動作,這樣比較划算 如果你一開始就選擇兩個以上的動作 那你的震步可能是很慢的,特別是法力模式不大相同的兩個動作當中 可不可以訓練會比較麻煩 如果你打算攻克前水平的同時,只要練單手引體向上 那完成的時間可能會比較長,甚至是比分開練正要長 如果你看過我的拉力訓練展覽,你會記得我會把拉力的法力模式分為兩部分 分別是上拉和下拉,可以提升前水平力量的動作是剛力滑船和擺盪前水平 單手引體向上就是通過負重引體和側重引體 原本你可以用60公斤的剛力滑船做5乘5,但一開始你做5組負重引在上 後面的剛力滑船你可能50公斤5乘5都做不到 對於前水平的力量提升都會大打折扣 常規的引體向上屬於上拉,對龍騎很有幫助 對於前水平都是有幫助,不過不是很大 這個跟法力模式有關,跟動作本身是沒什麼聯繫 好,我們先說核心怎樣練 再不說腹肌的話,估計你會有關視頻 核心可以分為兩部分和兩個階段來練 第一階段是打基礎,其兩部分分別是 第一,向離心收縮增肌 推薦的動作是有仰惡舉腿和雙降舉腿 軟掛舉腿 由於腹肌是小肌肉群,選擇可以做12-15下的動作來刺激比較好 當你某個動作可以做到15個以上,你可以增加難度 二,等場收縮增強核心的控制和耐力 推薦的動作是L型舉腿和懸掛舉腿 第二個階段是動作訓練,增強核心的控制推薦的動作是龍騎 連小龍騎的階段要弄正的是曲背 如果不是的話,你震階到大龍騎,你的脚椎很可能會受傷 特別是體重比較大的朋友 我們都知道重力是垂直向下的 我們做小龍騎的時候,曲抗和地面之間是有一個夾角 經過各種受力分析之後,我得知核心的法力並不是最大的 震階到大龍騎之後,曲抗可以和地面平衡,形成一個令到的夾角 核心的法力是最大化的 你要做的是震可能要你的曲抗和地面平衡 特別是腰椎這部分,直挺相對於拱要是難很多的 由於大龍騎也是比較難的一個動作 有非常多的細節要講日後外出詳細的大龍騎教程 當然,如果你的背部力量足夠的情況下 可以跳過大龍騎,直接通過前水平的陣階訓練 來增強你的核心控制 拉力訓練涉及的肌群真的很難多 不過我們將注意力放到背伏肌就可以了 其他肌肉群大多數拉力訓練都可以鍛鍊到 背伏肌的訓練是本期前水平教學當中的重中之重 不過在之前我才吐槽一下大家對前水平的一些看法 同時也是吐槽一下當初練柔無知的我 前水平和環境沒有形成鮮明的對比 看上去一點都不厲害 而大龍騎和樹幹形成的直覺會令人眼前一亮 有一種嘩,屌到不得了的感覺 而前水平看上去就好像… 嘖,你很難地摔在那裡 手上用力就可以做到… 唉… 就裝了東西來說,前水平在外人眼裡 遠遠沒有龍騎或任騎那麼有效果 不過呢,健身不是完全為了裝了東西 追求那些很難但看上去不一定很厲害的動作 是我們的極限追求 在外人眼裡,好看或不好看都無所謂 這個是屬於我們的極限藝術 唯多利亞十字,是外耀不可及,但不斷地震取的動作 或許你會覺得這個動作好像沒什麼厲害 無所謂 只要你熱愛徒手健身,終有一天,你會發現這些動作的尾 好,我們說回背部力量 前水平需要很強的背部力量 基礎達標之後,普通人一樣對前水平的幫助並不是很大 從來都不做滑船類動作的朋友 即使你的龍騎玩得再厲害,一做到前水平,那就好尷尬了 龍騎和常規的引體仰常都是常拉動作 前水平是下拉的靜態動作 你將手臂伸直無理一下前水平引體仰常的運程 只要是跟這個運動軌跡類似的拉力動作,都會對前水平有幫助 用單神的徒手訓練年輕的前水平,可能不適合大部分的朋友 所以今天我就講解一下如何通過器材健身和徒手健身的訓練方式 結合起來,年輕前水平 沒有有器材的朋友,你都不用那麼激氣 因為以後我會出徒手訓練單神年輕前水平的教學視頻 可以提升前水平的背部力量的器械動作有很多 不過我不建議大家用一些承受器械和固定器械 以及壓鈴當作主要的訓練器械 為什麼說主行訓練而不是力量訓練 一般來說,熱身過後,要在精力充沛的時候練一下動作 然後才是各種訓練 在大多數器材動作當中,光力滑船相對於前水平的幫助是最大的 我們將手臂伸直,讓大家看看光力滑船的運動軌跡 然後再看看前水平引體上的運動軌跡 你會發現它們會非常傷勢,不同之處在於輔助機群 光力滑船的做法有很多,可以針對性連背伏機的方法是窄距和反壓 單腿前水平做到2秒以下的朋友 你可能在結束動作之後會覺得你的背部中間這部分會覺得很痛 因為你這部分很弱,你可以在第四層或第五層的增機訓練中加入幾組寬距的降力滑船 可以鍛鍊背部的降力動作只有硬拉 這是一個很強勁的動作,對於街頭健身的很多動作都有幫助 不過它對前水平的幫助沒有降力滑船那麼大 專攻前水平階段的不建議將它放在第一或第二層 常規的引體向上對前水平的幫助並不是很大 但這個不代表你不用鍛鍛引體向上了 在專攻前水平的這個階段做一定數量的前水平對其他動作都有幫助 那麼在基礎沒有達到哪個情況下,連下拉動作會不會更快的連出前水平呢? 當然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會令你的前水平很難啟動 特別在擺盪前水平這個動作當中 呃,對了 你可以找一些背部比較強壯 但是比較少做引體向上和背負下拉的機佬 叫他們做離心擺盪前水平 你會發現在最高點到水平線這段運程 他們可以做得很慢,但在水平線到最低點這段運程會直接踏下來 那麼負重引體向上對拉力的神技動作都會有很大的提升 建議是用對握的,對前水平都會有幫助 講完這幾個器械動作,那就講一下幾個土手訓練動作 第一個是... 呃,我也不知道叫它什麼名號 它的背負發力模式和硬拉比較相似 不同之處在於訓練強童和輔助機群 算是比較簡單的動作 第二個是單降滑雪 等等,為什麼不叫團身前水平印底向上呢? 呵呵,當然不可以叫,很容易被高手吵 當你前水平每震乎一點,你就可以增加動作難度 第三個動作是擺盪前水平 這個動作有幾個做法 震階省略 第一種是減少難度的全程離心 第三,水平比較低的朋友不建議做這個 因為在後半程會摔下來 第二種是上半程 這種比較難,相對於其他做法會比較痛苦一些 但是鍛鍊後果會非常好 特別是之後低位單降的時候 第三種是下半程 大部分年前水平的朋友都會選用這個動作 第四種是做全程 我個人是不建議用這種方法來練的 因為是很浪費力和很容易令你的動作變形 動作分析和動作介紹就說完了 唉,其實只是有很多要說的,你知不知道 不過如果我再繼續說下去,會說不完 唉,所以 肉之喉是如何,請聽下期分解 最後我再跟大家說一下訓練安排 如果你正未做到大浪期 我只是不建議你這麼快練前水平的 一般來說,可以做到大浪期的朋友 都是可以做到單水前水平的 那訓練方案是基於你會單腿前水平 而且你是有氣骸的情況下制定的 還有你當前的階段是不練其他拉力相關的動作 比如說人期,後水平,單手印在上 我將訓練分為五層 開始訓練前做15分鐘以上的拉伸和熱伸 第一層是動作訓練 就是做前水平這個動作 次數和難度憑你的水平和興奮度決定 一般來說,你要做五至十次前水平 第二層是主行訓練 選用鋼力滑算做5乘5 這個是為了提升你前水平所需的力量 雖然說我的前水平是靠鋼力滑算這個動作搞出來的 但這個動作我做得…好糟 所以我就不放自己的片段了 第三層是負航訓練 選用副重印太陽上 用來輔助前水平的法力 做四組選用八至十下的重量 由於他是為了輔助前水平的法力 而且你剛剛做完五乘五的滑算 所以你做全程是比較難的 而且也不是好必要的 最低點你要提肩甲骨 最高點要頭髮過鋼 如果你的髮型是跟超級長野人同款的 建議最高點Jurbo過鋼 當然你也可以用擺檔前水平來代替負重印太 不過數量有點難控制 第四層是大肌肉群的增肌訓練 選用兩個徒手動作和一個器械動作 每個動作做三組做十到十二次 第五層是小肌肉群的增肌訓練 選用一個徒手動作和兩個器械動作 每個動作做三組 每組做十三至十五下 計劃表裕下 Alright 今期的視頻就到這裏 記得投閉、分享、點讚 如果不是我搶你女朋友 我是O龍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